诸葛亮北伐一共有多少兵力,强行征兵属汉百姓被害坦,在三国整个六十年内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进国完成统一后整个国家人口连一千万都不到据粗略统计,三国期间一共战死了四千万人,其中属汉最为坦略,后期总共也就只剩一百七十多万人口。 虽然大家把诸葛亮北伐,当作是一种忠义的表现,后人也一直夸赞诸葛亮的人品担战,在百姓的角度来看,诸葛亮这次北伐,算是把蜀汉百姓给害坦了,当时诸葛亮在短时间内,根本没办法重新建立起一支大部队,所以只能强行在百姓中坚征兵很多十几岁的男孩就要被迫上战场,这让原本人口问题就非常紧张。 在蜀汉陷入到了无法拯救的深约刘备伐吾时,演绎当中说,刘备有七十万大军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鼎盛时期的曹操,也没七十万大军而且刘备有七十万军队陆迅只有五万人这还差点被全军覆没就太过夸张了刘备完全可以采用平推的战术那也能打死陆迅了。 实际上刘备最多有十万人马,这样陆迅靠火攻还有继承胜算,更何况刘备在夷灵之战上几乎全员被灭战力大损。 这也让诸葛亮非常头疼,哪怕自己想为刘备报仇一时间也找不到那么多士兵只能同孙权协商恢复盟有关系。 以防曹卫趁势进攻以灵之战,后诸葛亮准备了六年时间而六年也足以让蜀国的部分孩子达到能上战场的条件了。 所以诸葛亮为了集结大军又从蜀汉百姓家中强行征兵,让这么年迈的父母苦不堪言但又没有办法,哪怕是这样诸葛亮集结的部队人数也不多,可能只有七八万不到十万正因。 诸葛亮明白几方的兵力绝不能浪费,所以每次出击都立征速战速决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但诸葛亮整个北伐之路也是比较坎坷,虽然兵力损失不算大但几乎也是没什么收获,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已经过了二三十年苦日子了因为三分天下,所以大家也明白战事难免,只求家里能够有一子延续香火就这一个简单的愿望。 但在蜀害百姓中变成了妄想,因为诸葛亮也要尽忠完成先帝的疑乱,所以说对于百姓来说,这样的政权是不得人心的暴乱,也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诸葛亮后期在百姓心中的声望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希望他快点去世的风气,这样起码大家还能过上安稳日子不同打仗了。 所以诸葛亮的个人成就,不只要看光鲜亮丽的正面,也要看看背面,无数的哭泣声,鞠躬尽脆死而后矣。 不只诸葛亮一人做到,那哪些跟随他一起北伐的士兵大家都做到了,这份荣誉也是大家用性命换来的其实百姓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汉朝,属汉。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日子,能够平稳地过下去所,以没人喜欢乱世越稳定的朝代,各方面的成就也会更高一些。 但为什么后面的朝代统治时间统统不会超过三百年呢?